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上一周我们有说到什么是通货膨胀 也有说到为什么有通货膨胀的这一个现象 这一点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实际的 就是怎么看通货膨胀 我们总结下来总共有三种方法 那这三种方法就是 房产、投资股票、还有奢侈品 那可能房产还有股票 我们会给一些比较实际一点的例子 是从投资角度是怎么去分析,怎么去看 我们会说要怎么样在房地产跟股票 这两个领域里面挑选一些好的资产 来达到能够抗通胀的目的 然后第三样就可能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试试品 对 那我们开始吧 那第一个建议呢就是房地产 那当然呢随着这些年走下来 房地产的入门坎呢是越来越高的了 有一些人也甚至觉得他们跟买房是雅虎可及 也没有分对与错 只不过呢 就算我们是现在不在那个能力范围内能够买到一套房子的话 但是你也是可以考虑股票里面呢有一种叫做Risk 就是房地产基金 那房地产基金呢就是让你能够通过你现在手上所拥有的钱呢 而去投资在一些地产里面 那你得到回报率当然是没有杠杆的回报率 因为你通过投资房地产你可能是跟银行贷款90%来去买一套房的话 那也就是用了十倍的杠杆 当然这当中有一些的存在 那如果你投资在Risk的话呢 首先就失去了这个杠杆的成效 但是呢同时你也就不需要去承担这些利息 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拥有一套房子的话 它的整个金钱流动性没有那么好 可能你急切需要钱的时候呢 你是要把它卖出去也可能通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卖出去 那想对来说它是比较安全的投 它是比较安全就好像你把钱投进去Risk也是比较安全的嘛 那没杠杆 就是没有杠杆 各有优势房地产基金是没有杠杆 但是它也没有持有房子的那些利息还有维护费管理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考虑 是要投资在房地产基金或者是真的是持有一套房子 那第二个呢就是股票嘛 股票的流动性还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你随时买随时卖都是可以的 但是股票呢大家一定要去做好功课 不要一头栽进去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那在接下来这两三年呢 大家都能够知道通胀还会持续的恶化 所以在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想选择一些好的股票去投资 一定要选择那些能够在通胀恶化的时代呢 也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的公司才有具备投资的价值的 不要去投资那些每一年亏大钱的公司 因为接下来呢他们想要继续从银行那边贷款来支持公司的发展的话 他们就要相对付更高的利息了 好像WeWork 上一个影片 所以重点是你要找那些公司就是在通胀的时候 人们还是需要他的 然后呢他的可能入门槛比较高 但是呢他的定价权很高 他能够通过提高商品的价格呢 把他的多出来的费用转移到给消费者身上 比较好的一个经典的公司呢就是可口可乐 大家如果想要喝汽水可能想的就是可乐 或者是白色 但是呢他是一个基本的消费品 他不会是说现在通胀了我就不喝汽水了 通胀了人们还是喝汽水 然后可乐呢可以通过提高一毛两毛钱的这个销售价格 然后去把自己的利润百分比锁住 又或者是把那个罐弄小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多留意有这一特性的一些公司 第三个能够抗通胀的方法呢就是奢侈品 最还是那句话就是要买优质的奢侈品 就刚才我们所说嘛通胀就会导致有钱的人越有钱 贫穷的人就会越来越贫穷 奢侈品呢一直以来呢都是有钱人喜欢买的一些商品 因为通胀的关系呢有钱的人更有钱 那他们就会有更多的选趣夸债买奢侈品 我给大家一个现实的例子 在2014年的时候呢 香奈的一个经典包包玄鸟classic flat 就中size的那一个 当时呢他的售价是3550元欧元 但是来到了今天2021年呢 他的售价是7850元欧元 就他整整涨了121%了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 对 照样涨价 都照样涨价 那大家可能还会觉得 哇都涨这么贵了 那里还有人会买 那还真有人买 而且呢还是比2014年之后更多的人买 今天呢在香奈外面排队的人比2014年的多 那奢侈品呢 他们的定价的能力是非常的高 尤其是在他们的那些经典的款式那边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通过投资一些奢侈品呢 至少让自己的钱不贬值 你可以买了 然后不用 几年之后呢 拿去买 至少能够买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但大家记住一定要买 那个品牌的经典款 而那个品牌必须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就好比如爱马斯 他的凯利包也是一样 而且供需求也是比较少的 因为COP嘛 那那色酒也一样啊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说的一些 关于抗通胀的一些方法 那希望大家呢 真的是能够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去了解 这个通货膨胀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